中国股市在7月尾出现了又一轮的波动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轮的波动呢 又有哪一些行业可能会受到波及呢 在OMI的第七集中我们将带你了解更多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OMI的第七集 我是Thomas 近期的中国市场波动和整合可追溯到去年 2020年11月当时蚂蚁金服的上市计划被喊停 随后整合工作也延伸到了中国其他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互联网巨头 再到学科类教育培训领域和房地产行业 对此我们可以将以上整合为中国政府的三项重点政策的推动 首先中国严正看待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现实推动的经济双选王模式将优化国内供需模式 从而降低特别是在关键领域的进口依赖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 改善国内的市场公平竞争环境 推动创新 有助于国内包括中小型企业的持续增长 其次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向共同富裕 推动国内大循环 而人口老化一直是中国关注的问题 因此出台了二胎和三胎的政策 不过由于过去二胎政策不见成效 主要规则于许多家庭因为考虑到昂贵的孩子抚养成本 而出现了想生却不敢生的一个情况 当中 教育成本如科后辅导和户口制度导致的房价成为了主要的因素 此外其他的社会因素还包括了国内的财富分配和劳工保护等等 而第三个政策重点是推动脱碳 Decarbonize 在我们的第二集中我们强调了中国对脱碳的目标以及推动 如我们所提的3060计划 30年碳达峰 60年碳综合的目标 如果您错过了 请点击回放第二集 总结以上的观点 我们在投资组合中将一看以上所提的行业 同时也不看好银行 烟草和防制药的行业 从短期的部分 我们更看好的是机械自动化和创新生物科技领域 主要看好创新发展和产业现代化 符合了中国政府的长期目标和中国的双循环战略推动 以上是我们这一集的分享 在影片结束之前 再次公布我们这一期获得金杯的三位幸运 如果您想获得我们的金杯 马上扫描荧幕上的二维码 并留下你的信息 而且在下一集开始 我们将在每一集中送出五个金杯 所以幸运的人可能就是你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